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赖神接任格魁是否能挽救民调直落的蔡政府 对于民众期待的各项改革能否更快速的回应 这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另外施大运圆满落幕 台北市长柯文哲政治光环更亮了 但是他一开口好像又破功了 昨天针对街友安置的问题 昨天他说了选手村房间很多 去挑一挑周边也没有居民 真的是这样吗 周边不是有很多住宅大楼还挂了国旗 柯P是不是又原形毕露了 还有学运领袖林飞凡说 台南人对于政治异常的保守 明年市长选举 某党推个西瓜出来都会当选 真的是这样吗 是不是侮辱了台南选民 相关的题我们今天节目中都有详细的分析 先来看内阁改组传闻不断 府院多次否认 那行政院中午12点半是举行记者会 要说明税改方案 发言人徐国勇说明 昨天国安会议的时候林全院长向蔡总统提出辞呈 那在昨天总统召开国安会议 在召开国安会议的时候 行政院长林全向总统提出了辞呈 那这个辞呈我想念给大家听 辞呈自去年520受命接掌行政院长握画执行总统政见 并以创新就业分配为市政主轴 一年三个月除以完成了5加2产业创新方案 长照2.0照顾方案 社会住宅规划及执行计划的核定付诸实施外 也为能源转型绿电先行的电业法完成了修法程序 长照裁员的筹措与税改方案的提出 相关业务的推动堪称顺利 而你加速经济动能的前瞻基础建设第一期 特别预算也在上周四完成三读 感谢总统赋予贡献国家社会之机会 现阶段任务已见规模 未立总统人力布局之需要 你辞去行政院长已职 谨请均准 以上是行政院长林全在昨天向总统所提出来的一个辞呈 所以昨天在国安会议的时候 那院长已经把辞呈递给总统了 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至于总统到现在为止批了没有 或有相关的这些规划 是不是准时或有其他的 那总统也应该再等一下 会召开记者会来 向所有媒体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 同样的在这里 因为如果准时的话 那所有的部会首长政务官 政务任命的 包括各个部长 还有政务次长 以及行政院的副院长 秘书长 发言人 这都是特任的政务官 都会跟着总辞 这是我们宪政的一个规定 那以上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请问各位媒体朋友 有什么要询问的 好 这是发言人徐国勇的最新说明 内阁将总辞 那么辛格魁将由台南市长赖清德出任 台南市政府原本是在上午10点通知记者 赖清德市长在下午2点会主持一个地震重建记者会 不过因为在中午12点的时候通知说 市长不会出席 会议是改由副市长吴宗荣来主持 那么针对林全去年520接掌格魁 在近一年4个月的任期当中 历经一例一休 年金改革 前瞻基础建设条例等政策的推动 最后提出税改方案 由于立法院新会期将在22号开议 新任格魁最迟15天内要向国会报告 因此林全与赖清德将在周五进行交接 据了解副院长林喜耀以及秘书长陈美龄 都会一同离开 那么是由赖清德另外在征询适当的人选出任 而林全也预计两点半出面说明 这是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 那么只是说现在赖清德在出任格魁之后 是否能够快速回应对于改革的期待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再来关心世大运圆满落幕 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调上升 政治光环更亮了 但是他一开口好像又破功了 我们看到这是在昨天的一场座谈会当中 针对街友的安置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社福团体 芒草新协会代表李嘉廷 他就表示了 他就说台北市的官方收容的地方 在新北市中和太远了 不符合街友的生活需求 那柯文哲是认为 场地不是问题 而是街友 有没有意愿入住 那他更提议 世大运的领口的选手村 房间很多 周边也没有居民 他就叫芒草新去那边挑一挑 那柯平说选手村 房间很多去挑一挑 周边没有居民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周边不是很多住宅大楼 还挂了国旗吗 那柯平在这个世大运之后 是不是有原形毕露了 昨天新北市府发言人 是先回呛 那今天朱立伦市长 他也就出面说了 还要柯平呢 他说这个台北市府 根本没有产权 没有办法去分配 那领口居民也反弹 也担心这些街友 如果住进来之后 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的情况 我们来看今天新闻 最新的发展 台北市长柯文哲和青年对谈 看到台下满满年轻人 忍不住画夹子打开 又有惊人之语 要让万华的街友 都去住林口选手村 跟你讲他就是不肯去的 真的我们有房子给他住 他奇怪 他还在住在露天 看到星星他才高兴 就是要住露天才高兴 逗得台下哈哈大笑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还加码要把蒙甲街友 洗干净扁游客 让附近居民可以接受 也准备交通车来载他们 还跟林口长庚合作 让街友也有妥善的医疗服务 全都传本本 听起来似乎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但听在新北市长朱立伦 而立却很刺耳 目前的选手村 要移交给内政部营建署 我们跟营建署协调 大概就会整体都会做 社会住宅的规划 目前没有要做任何游民的收容中心 而且当地也不适合 其实真正游民的问题 不是安置中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新北市境内 就有三个游民的安置中心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游民 不愿意到这样子安置中心 我觉得柯市长如果多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问题的关键 酸柯P每做功课 因为台北市在2015年 就放弃争取选手村 根本没办法坦分配 极有议题再度让柯文哲 引来实言之疑 民事新闻学人 苏惟铭 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我们看到 就柯P的临时反应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很糟 就引发失言风波 比如说上周六 签名让主席宋楚瑜 跟柯P见面 宋楚瑜就说啦 可以组一个务实民主联盟 柯P当时回说 组一个下午茶联盟好了 就马上就把老宋给比了下去 老派政治人物 跟不按牌理出牌的柯P 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但是昨天柯P就失言了 曾经帮柯文哲 打选战的重要智囊 林景昌评论柯文哲 他说目前看起来 比较像流星啦 不像恒星那样持久 要寻求连任没有问题 但要攻总统大位 还缺乏团队 柯文哲昨天幽默回应 说自己呢 目前像流星 但这个流星也够久了吧 为了宣传世大运和网红合作 拍酷手影片 引发商民讨论 就连扮相也相当多变 不管是火影忍者 还是怪异黑杰克 都难不倒他 加上口直心快的个性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科室风格 为他在蓝绿之间 找出一条自己的路 但过去的选举幕僚一路观察 却说他更像一颗流星 没办法持久 到现在为止还是吧 不过这个流星也留得过久了 其实林景昌 我每次都叫他国师 他本来就是 他是扁时期留下来的人 而且他打过太多选战 所以其实他的评断是最 我觉得是蛮客观的 柯市长幽默回应 却多少不服气 说出这段评论的是 把柯文哲推上 市长大卫的总要幕僚 同时也是现任文化总会 秘书长林景昌 只是柯批这个一心人 要职工总统大卫 除了实事还得有团队 因为上了两年半以来 走了18位一级主管 成了最大致命商 有啊我大概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找他来 因为他其实这些所谓 国师级的人你知道 都有空我都会找他 我们来谈一谈 说平常都会讨教 蓝绿离市长选举 都还有一年多 这段话听在蓝绿议员 尔里未免言之过早 我觉得现在谈这些 都还言之过早 因为民意如流水 这个选情都会顺息万变的 对所以其实任何一个选举 当然都需要天使地利 人和以及团队啊 所以这样子的说法 等于是一种 其实就是好像废话一样 政坛怎么那么诗情画意啊 一下什么流星又有恒星 其实讲这些话 我觉得有点外太空 听不太懂 那我倒是希望 台湾的民众理性一点点 如果一场活动办得好 就可以选总统 那事业做得好 或者是高铁盖得好 或者是御山爬得好 可不可以选总统呢 到底适不适合选总统呢 那就是由我们自己去选择 议员强调市政先顧好 尽管柯文哲神识争旺 但这颗流星究竟是稍纵即逝的美好 还是有如偶像剧流星花园般 涌流粉丝心中 就看民意的潮流了 民众学人吴东佑台北报道 国际焦点 北朝鲜昨天进行第六次核事报 官方下午立刻证实 这次的事报是清淡 大赞圆满成功 美国总统川普连三则推文 左骂北朝鲜 右批中国南韩都没用 南韩总统文赞颖召开国安会议 宣布将跟国际合作 以最大的力度来严惩孤立北朝鲜 也将部署美国最强力的战略武器 北朝鲜电视台国宝及主播 3号下午以无比雀跃的语气 报道清淡测试圆满成功 台北时间3号上午11点29分 北朝鲜闲进北道及周郡 北北西方40公里处 传出规模5.7 深度0公里的地震 外界立刻认定是北朝鲜 进行第六次核实报 北朝鲜电视台随即证实 这次测试的是要搭载 在洲际弹道飞弹上的清淡 3号稍早 北朝鲜官媒就先报道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前往核武研究所 视察清淡 更要求核武制作必须完全国产化 想要多少就能打造多少 报道也再次强调 已经掌握将核武微型化的技术 可在火星14型洲际飞弹上安装清淡 南韩当局预估这次核实报的威力 是六次核实报中最强的一次 总统文在寅立刻召开国安会议 鄰国日本也强烈选择 国際社会の旅重なる警告を無視 北朝鲜が核実験を強行しました 我国には断じて容認できません 中国は日本の逮捕で 国際社会は 힘をもわ 強烈な恩情方案を勘固할 것しによ 北朝鲜は核艦ミサイルを 破棄하지 않을 수 없도록 国際社会は核核武器によって 北朝鲜は数十万吨のTNT当量 是1000吨 聯合国当時对北韩就進行 比較寬鬆的武器進口制裁 隔了三年之後 2009年 第二次的核实报 规模是4.7 爆炸力是2000吨 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吨数就已经成长了一倍 联合国对此是进行严厉的武器制裁 到了2013年 也就是最近的几年 第三次核实报 规模是5.1 爆炸力是6到7000吨 是首次以右作为原子弹 我们看到在每隔三年之后 那么北韩的这个核实报 都不断的在精进 我们来看到 现在最新2016年1月 第四次的核实报 规模是5.1 爆炸力是4到6000吨 那美国就通过 对北韩的贸易制裁 再来看到2016年的9月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第五次核实报 规模5.3 爆炸力1万吨 相当于美国在广岛跟长崎 投下的核弹 为北韩10年前爆炸力的10倍 我们看到 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在最近也就是昨天 2017年的9月3号 第六次的核实报 规模是6.3 那威力也是第五次 核实的5到6倍 为此南韩也召开了 紧急的国安会议来因应 只是说 在这些北韩不断的 向国际社会挑衅之后 到底国际间 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美国国防部马提斯 今天言辞警告 平壤当局 如果威胁美国跟盟邦的安全 将会遭到压倒性的 大规模的军事回应 那究竟美军 要不要对北朝鲜动武呢 川普今天是以走着瞧 比较含糊的这个说法来回应 而他稍早在推特上说 任何跟北朝鲜 有贸易往来的国家 可能都无法跟美国做生意 美朝鲜第六次核事报 惊天动地 外界目光全射向白宫 等着看川普怎么说 尤其先前两国领导人 才互放狠话大杠特杠 现在美国要不要开打 川普三号讲得很模糊 绰号疯狗的防长 倒是说得很强硬 虽然廖仲化 但熟知孙子兵法的沙场老将 也没把话说死 平壤这一报 让许多国家都开启 紧急国安会议 白宫也不例外 川普与国安团队开完会后 还是以惯用的推特表态 他先是三连推 骂平壤是流氓国家 亏中国想帮忙却不够力 酸南韩怀柔政策没路用 最后这一推尤其吸睛 虽然没点明哪些国家 跟北朝鲜有往来 但明眼人都知道 说的是中国 美国大展规则证实 考虑祭出重量级贸易制裁 眼看北朝鲜核事报 一次比一次大 这回清淡威力 等同丢下五万吨黄色炸药 和平制裁手段 似乎就要用尽 南韩四号清晨 进行联合实弹引袭 出动F15K战机 以及地对地玄武二飞弹 模拟攻打风吸力和试验场 以回应平壤挑衅 明星文综合报道 好 北韩第六次的核子事报 引发国际社会同声踏伐 那对中国而言 到底能不能发挥影响力呢 还是在背后 可能有这个抽手脚的情况 那因为正好是金砖峰会 开幕前的三小时 在过去两会或G20峰会的期间 北韩也常常试射捣断 来恶意的捣乱 那中国外交部虽然强烈谴责 但然后呢 还是束手无策 或是刻意的放任 那如果经济制裁 对北朝鲜是不痛不痒 美国丢给北京去阴影 就有办法吗 现在中俄都主张 双轨并行 双暂停 此外联合国安理会 也将在台北时间 今天晚上十点 要抓卡晋级会议 我心里有这种 我心里会开心 我们现在能够忠实用 我叫自己 成为了一位 从我们的一位 一个大名的领袖 金晶红的国家 我感觉很厉害 在如何我们的 不过国际社会却是众口一声强烈谴责 除了日本南韩美国之外 英国首相法国总统澳洲总理也纷纷出面痛批 正在厦门参加金专会议的中俄元首习近平与普廷 也认为北朝鲜太超过 期盼半岛去核 中俄目前想法一致 依旧希望双轨并行双暂停 也就是说美韩停止军演被朝鲜停止核事 专家也建议美国应与中国紧密合作 川普政府且不该在此敏感时机 以贸易为筹码施压各国 所以我想基本上是承控的可能性 而金与先不越走 这一定是成功的 而且开始于争认有 어떤狙置 Karine 包括清国 清国必然 atomic源 它还会独立的问题 美国什么除非两起的问题 前来朝鲜灯了 和中国没有合作 有关于可能性的核 一性的发展 与论也抨击川普执政七个月以来 处理北朝鲜问题 仿佛变成与金正恩的个人恩怨 建议应该竭力避免口水战 如今面对白明了不受控 不配合的北朝鲜 联合国安理会也将于4号举行紧急会议应应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显然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一定的角色 但是事与愿违 而北朝鲜事报清淡消息传出后 国际股市一面倒 日股今天一度下跌了170点 韩股也下跌将近1% 不过台股表现相对的淡定 开盘小跌9点 在10点过后指数游会翻红 北韩事报清淡 不过台股开盘却没有太多影响 小跌9点后不到一个小时游会翻红 无惧北韩情绪让小股民持下定心丸 稍微反应一下吧 马上就回来了 因为这个经验嘛 有打仗什么 跌下来就是满一点 散户现在我觉得对散民 散户也没有赚到也没有赔到就好了 全只股台积电在平盘上下震荡 小涨0.69% 大力光开低后走扬 小涨0.68% 鸿海则是小跌0.43% 此外特斯拉概念股和金属原物料类股 也连媚走深 分析师紧盯内外自动态 经文反应 但是幅度不大 影响有限 现就断反而就是当加均股价指数 涨到了一个程度 因为指数是九连红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内资股的表现 整体来讲会比外资股更凶 台股稳住阵脚 但国际股市可就没那么幸运 日股四号开盘大跌170点 跌幅达到0.86% 而韩股也小跌17点 香港恒生指数也跌超过120点 整个雅谷地区都受到了冲启 台湾的产业跟南韩毕竟是一个竞争的态势之上 所以韩国跌的比较多 台股跌的比较少一点 国际情势不稳 也让新台币以30.26元开出 贬值1.04角 不过会营人士认为外资还没有大幅汇出 因此股汇情势还站在多头这一边 米时新闻汪展赖冠玉台北报道 新店院长林权明天总辞下台 赖金德将接任隔魁 稍后林权院长将在两点半出面说明 休息会马上回来 新店院长林权请辞隔魁 总统府刚刚发出最新声明表示 林权院长是在昨天国安高层会议结束后 以阶段性任务完成 希望能交棒给新的行政团队 向总统正式提出辞呈 总统在肯谈后免与同意 总统对林院长一年多来的努力跟贡献 表达由衷感谢与肯定 不只落实总统重要承诺 为新政府的成功执政奠定后时的基础 而总统将在明天早上11点半 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亲自对外说明 这是我们收到最新讯息 而12号林权院长也将会出面对外来说明 我们以后会有连线报道 我们持续的关注 再来看政治评论家胡中信开新节目 第一集请来台北市长柯文哲 柯P不只还原市大运开幕式被反年改团体 闹场的危机处理秘新 也强调不赞成陈国恩跟邱风光应该下台 尤其谈起了两岸关系 柯P甚至直言不但没有蔡总统说的 维持现状还是实质倒退 来到电视台录影都有粉丝要合照 刚举办完市大运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声势阵望 担任政治评论家胡中信新节目的开播首级来宾 柯文哲大报 市大运开幕秘新 媒体说你在那边僵住了 轮软软软软 铁星这也不知所措 通常总统到的地方他是有这段系统的 所以老实讲我那天 我平常都是用烂在指挥部队 所以那个好像那个奇怪 因为现在没有服务 你说总统在跟国安局长 跟国安会秘书长讲话 你说我要凑上去说你们在谈论 这很奇怪 所以所以我只要坐在那花呆 可是我等了十分钟奇怪 怎么还没有人进来 我只要跑出去 跑出那個封守區 找到我自己的水庫開始下令 所以後來到閉幕的時候 我就學乖了 我就下令說 如果我要坐在副總統旁邊 給我擺專線電話 不只還原世大運開幕式鬧場風波 傳聞蔡總統當晚在官邸會議 為此動怒 在場的柯文哲也證實 有嗎 這樣穿得大聲 沒有啦 沒那麼嚴重 輕輕的這樣 不是啦 不爽是真的 他說今天這不是開幕事件 從那個立法院的一連串事件 到他後來反靈改團體 叫如影隨形 特別是傅興剛那件事情 他有講傅興剛到開幕 所以對總統來講 他覺得說 你們這整個半年來是在幹什麼 儘管總統爆氣 還傳出警政署長陳國恩 和台北市警察局長邱風光 烏紗帽快要保不住 但柯文哲力挺兩人 你說事實上辦得這麼成功 還辦什麼慶功大遊行 然後突然說要把兩個 那個要把署長跟局長幹掉 借個頭 曹操說是借個頭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只有打書才要借人頭 打贏還要借人頭 這多奇怪 我覺得這個會進一步 打擊警察的士氣 你問我是不贊成 有話藏不住的柯文哲 即使被問起到中國出席 雙城論壇 言行引發爭議 他也沒閃躲 兩岸的失職的關鍵 不是保持現狀嗎 哪有現狀 現狀是 不是以用蔡總統的話 以前現狀是幾百萬 路客來玩的 對不對 這就要給大家瞧 怎麼說 如果你不要講九個共產 怎麼講 那你覺得應付得不錯 在雙城論壇 至少 我倒覺得這也不錯 應付得好 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市長跟總統 類伴是不一樣 就是說我考六十文就及格 蔡英文要考八十文才叫及格 柯文哲一句 兩岸關係實質倒退 挑戰蔡總統的兩岸政策 勢必再度引發熱議 民視新聞 綜合報導 嘉義市政府日前啟用 卡納園區 紀念加農棒球隊 打入日本夾子園決賽 當年孕育加農棒球隊的 嘉義農林學校 究竟什麼樣子呢 漫畫家渔夫 特地帶大家去嘉義看看 嘉義噴水池中 加農投手吳明杰的雕像 成為當地新的地標 1931年8月底 嘉農棒球隊凱旋返台 這知名洋日本棒球隊的母校 原來是什麼樣子呢 來看這個 這個是嘉義農林學校 它就是卡路 因為在連棒球 就是在這個學校裡面 那麼嘉義還有哪些歷史建築 人保留過去的樣貌 來 再來看 這間叫嘉義東盟 這個東盟派出售 其實是現在合作的 嘉義東盟派出售 第一個改變的就是 台灣史博館在台南那裡 那就是一座很大座 這個潘子索的可以留下來 就是因為 他沒有算這個高雄市政府 嘉義市政府的這個財產 不然也是照片不合了 漫畫家渔夫重慧歷史建築 並且詳細說明 讓大家對嘉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因為前瞻計畫跟年金改革 上個會期立法院場面 非常的火爆 新會期立法院改裝會議室 把質詢台撤掉 讓官員坐在長桌 跟立委面對面質詢 另外曾經爆發水球大戰 還有媒體實習生 趁亂跟著丟水球的大力堂 也把媒體跟官員立委區隔 改在二樓採訪 這樣的改裝被認為 是不是要防止接下來的 軍人年改衝突呢 7月審查前瞻計畫時 立法院財政等七個聯席委員會 爆發水球大戰 還有媒體實習生丟了好幾個 引發偉案問題 立法院新會期趁著還沒開議 這間大禮堂預計進行改裝 未來媒體要在二樓 由上往下拍攝 如果爆發衝突也不能下樓 再貼身採訪 群弦樓大禮堂比照一場 行政院長林全已經抵達了記者會現場 要來說明昨天跟蔡總統 遞出辭成的一個最新情形 那今天院長親自這個記者會來向大家說明有關 已經向總統請辭行政院長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我們都不耽擱時間 那在這裡我也先向媒體朋友們報告 因為三點院長還有行程 所以院長在說明以後 我們也會開放給媒體朋友來做相關的詢問 那我們大概三點以前 我們記者會就會結束 那我先把因為三點以後有個會議要開 所以先讓大家了解 那現在就不耽擱時間 我們就請院長來向大家做一個說明 好 各位媒體朋友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早上就是媒體報導 就是我在昨天 就把辭成有遞給蔡總統 那麼總統應該在剛才不久之前 也確定跟外界有證實 就是這個辭職已經獲准 所以我也有必要在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麼有關大家關心的事項 那麼首先我要跟各位談的就是 當初我來行政院 接受蔡總統的邀請來擔任行政院長 那主要是我當時呢 我也跟各位講 這個雖然不是我在我人生生涯規劃的工作 但是呢 當時我確實是有幾個使命 認為有必要去來把這個工作能夠接下來 第一個呢 是為了當時因為蔡總統選上之後呢 我們希望整個政權的移轉的業務呢 要能夠穩定 那麼因為我在過去 不管是在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在行政院的部會裡面的工作經驗 讓我覺得為義務還有責任呢 要能夠協助蔡總統 把這個移轉的工作呢 能夠穩定做好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要能夠落實蔡總統的政見 和他的相關的一些路線 那麼這個部分呢 主要也是因為我在2012年之後 因為跟蔡總統在小營基金會的時候 我們討論到很多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問題 那麼同時呢 也在隨後在新境界呢 有幫他去處理 這個有關他選舉的相關政見 那麼因此呢 這個部分呢 確實我是對整個的這個政見規劃的全面性 我是知道的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我也有義務還有責任 將蔡總統的政見 能夠在行政院把它落實 同時呢 有關的這個路線 要能夠確定 我們走得是正確的 而且是有效的 那第三個是使命呢 主要也是因為行政院的業務非常的多 那麼這些業務呢 有很多都需要盤整和檢視 即使不在總統的政見裡面 也是需要去處理的 因此呢 我們必須要從國家長期發展的 這樣一個角度 來盤整相關的問題 以及呢 為我們整個未來的解決方案定毛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在這段時間之內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維持 過去在總統的政見的一些價值觀和精神 我們來處理 那當然包含我們看到的 我們在反毒工作上的一些努力 我們在防止空污上的一些 我們所做的一些改變 那麼甚至於我們的國家的一些建設 基本建設的需要 包含前瞻基礎建設條例等等的 這個推動 以及相關的預算提出 還有包含我們的很多的產業政策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都希望能夠把這個定毛的工作 能夠做到 那麼這是我的 當時來這邊的時候呢 對自己的期許 也是跟總統提出來的 我希望能夠去擔任的工作的這個重點 那麼當然 那麼這次的人事異動 那麼主要是這樣考量 事情的緣起呢 應該是在這樣講 就是說我跟總統的例行的這個會面的時候呢 我們經常會就我們內閣人士會做檢討 那麼同時也對內閣異動 是不是有需要異動呢 我們隨時再交換意見 所以我在跟媒體講說 人事的異動我們隨時參考 也是有所根據的 那麼那麼在今年六月份的時候呢 我跟總統碰面的時候呢 那麼有提到 我的這個對未來的這個工作的一個告一段落想法 我跟總統講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告訴總統說 我無意在這個行政院長任內擔任太久 太久所謂太久意思也就是說 比如講說到明年的地方選舉 我相信會有很多政治性的一些問題跑出來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不是我的興趣所在 我也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繁重的工作 所以我無意去擔任這麼久的內閣的這個隔壁 所以我希望呢能夠在這個之前呢 就要有人能夠接替 那麼但是呢接替人選呢 也不能夠適合在這個2018年底才來接替 所以應該要早一點 那既然早一點我的工作告一段落 我就希望能夠有新的人能夠接手 那麼至少呢能夠在明年底之前呢 那麼新的接手的人呢 也能夠展現新的政績 讓這個總統的執政呢 能夠走向下一個階段 所以呢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那時候跟總統提的就說 我覺得從現在開始就可以考慮接替人選 總統是當然了解我的想法 和這個我的這個不願意這個 這個久留的這些意願 所以他當時有跟我講 就說第一個 就說他希望我還有一些工作 沒有完成的要能夠繼續完成 才能夠談到一動 那麼這些工作裡面 當然我承諾工作裡面還有一項 就是各位知道的 早上我們提到的這個税制改革的一些 相關的方案 我還沒有督到財政部完成 那麼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其次的一些 比較知為末節的一些工作 那當然我也覺得還是 講起來也是都是重要的工作 我也承諾我會在新的人選 接任之前我會把這些工作能夠做完 第二個總統提到就是說 新的人選的產生呢 這個是要再思考 看誰是比較適合能夠接手 同時呢也能夠希望能夠把這個 接手的工作能夠做到 盡量做到無縫接軌 所以我經過這個意見交換 當時我們也跟總統提到 我們也就可能接任的税制人選呢 有交換過意見 那麼同時也對這個部分呢 有一個一致的這個共識 那麼當然這個 總統也希望我 去能夠就這個部分呢 去了解當事人的意願 但這個部分我想都是涉及到 總統的權責 在這邊我就不再多說 那麼 總之我們這個工作是在6月份 就開始確實是有在開始在思考 同時在做準備 不過總統並沒有做最後的確定 沒有最後的確定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稅改方案還沒有訂定 而且呢 很多人事異動呢 還有考慮因素太複雜 所以外界呢 一直都有傳出來 說那個有所異動 也許在我們的準備過程中間呢 確實是 有些人呢 把不經意地把某些話講出去 讓各位造成很多猜測 那這點我感到抱歉 但是呢 確實我們都是一再澄清 就是內閣 我的標準的回答都是 內閣的異動 人事異動呢 我們隨時都在考慮 但是目前沒有 考慮的 沒有任何異動的考慮 那麼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在當時確實沒有做任何決定 但是我們確實有在做準備 那麼這個工作呢 我想最後呢 是在最近 我們因為 這個財政部已經把稅改方案提出來了 同時這個稅改方案呢 在今天早上呢 我們已經在新建 已經得到 我在開會的時候 已經把所有的意見都已經彙整完畢 那我也認為這個方案呢 應該可以公告了 所以我就交代我們同仁 為了考慮到立法的必要性 這個時間性 我們就隨即在這兩天 我們就會公告 預告 預告 預告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預告期 我們現在是 因為這兩天到立法的時間關係 我們會把預告期改成30天 30天預告之後呢 那麼新的隔魁呢 就會來就這個部分呢 在方案裡面做最後的確定 同時呢 跟立法院去負責做說明 那麼新的內閣 那麼所以這是我們 這個工作應該可以告一段落的原因 當然這個很不幸是早上這個消息啊 就已經露出去了 我本來是希望能夠讓稅改啊 能夠告一段落 同時讓許部長開完會 大家都把這個 我們的說明都清清楚了之後呢 我再來處理有關辭職的事情 不過因為早上的消息已經出去 那今天我不能夠再說 目前沒有異動的考量 所以我們就只好在第一時間 我們就證實確實有這個事情 那麼同時我把跟各位開記者會說明的時間提前到現在 否則應該是稍晚我們才會來做說明 不過我想 基本來說我們還是把工作大致完成了 我們還希望呢 各界能夠更關注我們在稅改方面的一些說明和看法 讓我們這個相關的工作呢 最後這一步呢 能夠順利的能夠走成 那麼當然在這裡呢 我還是要非常感謝 這個第一個是要謝謝蔡總統 他讓我有這個機會 去擔任刑事院的院長這個工作 能夠讓這個很多的這個政策的影響 能夠讓這樣一個工作 能夠去加以實現 第二個我也要感謝立法院 從書院長 蔡副院長還有林秘書長三長 以及立法院的各個委員 在過去這段時間給我的支持和指教 那麼讓我們的行政院得以不斷地 因為立法院的鞭策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那麼第三個我要特別感謝的 就是我行政院的所有的工作同仁 謝謝他們在這段時間之內合作無堅 以及謝謝他們在這段時間所付出的辛勞 同時呢還有有時候難免會有很多委屈 那麼我們總算順利地把我們的工作 在這個時候告一段落 那麼最後我要感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過去這段時間之內 給我很多鼓勵 很多幫助的民間社團和民間人士 當然我也謝謝我身邊的長期來支持我的 在很多地方的一些朋友 因為他們的鼓勵 讓我這個很能夠有決心 同時也能夠每一天都是抱著一天當兩天用 這樣一個心情呢 在持續地努力 讓我的工作能夠在很短的一段時間之內 就能夠完成 當然就是還有也許還有一些事情我們承諾了還沒有完全做到 或者是已經還做了一半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有時候也不得不有一個割舍或告一個段落 那麼因為時間到了就要走 時間是不等人的 這是我一定要想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好不好 那我就把我的這個 因為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問或猜測 我先把這個部分先做個說明 來接下來之後呢 我也願意就各位的疑問呢 我來做澄清好不好 謝謝 好 好 陳哥媒體詢問 好 來 金蘭 想請到院長 您剛剛提到說六月就跟總統提到想離開這件事 那請教為什麼是在昨天這個時間點遞出遲程 那第二個問題想請教院長 稅改是您跟徐部長等於吹聲出來一個方案 那您請辭之後閣議員也跟了總辭 那稅改後續的推動會不會有變數 那第三想請教您下一階段 您生涯的規劃下一步是什麼 謝謝 這麼多問題 我現在這個年紀大了記憶力不太好 我只能回答一個問題 如果回答不周遠你再跟我講好了 這個第一個就是我在六月份提出來的時候呢 當時就是說我要把稅改的工作 我會承諾把它做完 因為總統也認為這個工作對我來看 是比較能夠相對別人是比較容易上手 那麼事實上呢 這個工作在過去一段時間之內 因為前程具體驗證條例在立法院審查 以及後來預算的審查關係呢 我們為了避免引起社會困擾 我們不得不把這個公告時間往後延 但事實上呢許部長很早以前就把方案拿給我們討論過 那我對這個中間呢有一些疑問和一些看法呢 我也有要求他再做一些調整和修改 那麼這個中間反反覆覆有很多次 當然我也去了解社會各界對這裏有關的一些期待和批評 那麼因此這個時間是有一些耽擱 但是並不代表我們這個案子提出來是很匆忙的 其實是經過深思守慮的 那麼當然提來之後呢 還是要經過外界的檢驗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呢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許部長對外公佈之後呢 那我有在這個週末這段時間呢 我有觀察各界反對意見 那或一些批評 那我看大致上來說呢 這批評有些也是對一些數字的掌握 或一些說法上來說呢 並不是完全的是很平衡的 那麼都可以做很有效的澄清 所以我想大致上來說呢 我們認為這兩個方案呢 是可以供社會來檢驗 再做一些細部的探討 因此呢我在昨天 也就跟總統講說 應該是可以了 沒有問題了 那麼當然因為我沒有辦法 等到讓立法院稅改通過 我再走 因為立法院什麼時候通過 不是我能控制 但是時間是不等人嘛 我不能為了這個事情 讓後期的人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把這個工作做到這邊 就應該結束了 那剩下來的這個工作呢 就是最後的定案 那是新的隔魁 和新的隔員要去處理 那麼處理之後 他們很負責地要去跟立法院說明 所以我相信這個部分 就是我講的無縫接軌 應該在這個時候是一個最好的階段 原因在這裡 那麼至於你講的其他的 生涯規劃 我這樣跟大家講 我應該是 可以我符合領老人卡的資格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很自由自在了 不需要再做任何工作打轉 那我這邊特別強調 我離開之後呢 不會接受任何政府部門 再有的相關的一些全職工作 好不好 好 謝謝 學會來 想請教院長 就是在您六月 還沒有跟總統提出來的時候 很多派系他們就一直在放話 認為說你的表現不好 民調很低 希望您能夠 能夠更換格魁啊什麼之類的 那當時而語很多 您有沒有覺得說 你這一路走來有受到委屈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 很多同仁有受到委屈嘛 那您個人有沒有覺得有受到委屈 那第二個就是說 您的任內 你的任內 你覺得你最滿意的政策是什麼 然後一地一休 是不是你最遺憾的政策 謝謝 我想這樣來講 就是說 我說我很高興 終於能夠把這個重擔能夠放下來 也很高興 也非常感激 有人願意來接受 而且我相信這個接受的應該 可以做得很好 那麼 至於說是外面傳出來的這些耳語 或者是批評 我想做一個政治人物 都必須要概括承受 那麼有道理的 我們就接受 沒有道理的 我們聽聽就好 那麼我在這邊 我剛剛講了 只有那三個使命最重要 只要是跟這三個使命有關的 我一定全力以赴 跟這三個使命無關的 對我來說都不是很重要 那麼這個工作能夠在這時候告一段落 那些批評對我來說 也就自然告一段落 所以沒有什麼好去計較的 那麼至於說是 這個我的同仁 我想我們知道他很辛苦 那麼確實是有時候 因為有一些這個 在工作上會被很多人誤解 那麼當然會有一些委屈的 所以